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汹涌起伏 沉甸甸地挤压着巍峨连绵的雪岭冰封 时而亮起一道道雪亮的闪电 闷雷隐隐隐不绝 狂风怒舞 大雪纷扬 八百里昆仑 银庄素果 矮矮苍马 乌乌的风声中 东面忽然传来一阵阵高亢而积月的鸟鸣兽猴 惊雷似的在群山之间轰隆回阵 滚滚不断 一道赤光紫电似的屁股 云层蹦飞烈舞 轰的一声慢慢飞骑呼啸冲出 那群飞骑约莫两千之中 银辉素甲 惊骑烈烈飞卷 狂飙似的穿梭而下 当前三人共其一鸟 白衣玉带 身姿婀娜 脸容秀丽宁肃 竟是三个英姿勃勃的孪生女子 当中女子桃红缠头 斜背褶红龙角缠躬 玉带上缠绕 可七条赤红怪蛇 左手女子翠绿缠头 腰旋浅绿玉柄弯刀 右手女子鹅黄缠头 掌心拖着一面 黄铜圆镜 镜面摇晃 晨光闪耀 三女索其怪鸟 形如巨雕 一手三身 六爪如钩 双翼书章时 长达五丈 黑羽如锡 锦毛赤红 威风凛脸 鸣叫声如金石并奏 赫然是西荒凶琴 赤井赤雕 云海鼓舞 风雪茫茫 众飞继正赤鹤其呼 汹汹传掠 呼听赤雕扭头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怪叫 鹅黄缠头女子柳眉一簇 喝道 是谁 铜镜一亮 黄光变射 披入右前方那滚滚翻腾的铜红色的云层 立刻化作一道紫色赤芒 将四下照得铜红亮大 桃红缠头女子疏得翻手张弓 闪电似的抓起一条赤红怪蛇 咻的一声朝着紫光最盛处 怒射而出 众飞继齐声大鹤 随之弯弓射箭 一时万石齐发 荧光电芒 直如流川飞铺 那岔子烟红的云层之中 莫得响起溜溜的怪叫 继而叮叮当当 醋一声爆响 剑矢鸡弹 冲天乱舞 一人淡淡道 三位仙子匆匆忙忙 敢去哪里 话音未落 赤红怪蛇呜呜尖叫 突然急电飞回 扑得一声 闻闻当当的缠在桃红缠头女子的玉带上 三女齐声道 金门山神 神色大松 躬身抱拳 众飞继轰然盘旋 一骑行礼 云桃飞卷 雪花四散 一个素衣老者携身 侧骑在巨翼赤犬之上 八字灰眉 细眼如丝 满脸 带揽神态 右手撑举着一杆铜骨大伞 正是闻名大荒的金族天选皇郡 此人原为金族四大将军之首 金族长老 也是族中仅次于白帝 金帝 王母 入收于陆屋的第六大高手 当年曾是西王母的三大授业恩师之一 后来 却因与他不合 辞去官职 隐积于金门山上 终日游手好闲 以斗兽饮酒为乐 不复问金族之事 桃红缠头女子道 原来神上也收到青鸟的信讯了 那真太好了 话未说完 杏花仙子已抢着道 姐姐你真糊涂 神上赶来多半是因为天犬费兵啊 桃花仙子白他一眼 似是称怪他多嘴角士 原来黄巨旗下天犬乃金族神兽 凶劣无匹 更有一奇怪习性 可感应天下刀兵封国 只要有战事发生 他必定朝其方向 怒飞不止 黄巨细眼一番 黑然道 什么青鸟 我可一概不知晓 今日是盘桃会最后一日 老夫是去昆仑山找人斗狗的 桃花仙子啊 你们这般心急火燎的 难道也是去昆仑山斗鸟吗 三女七声道 不敢 昨夜 别的青鸟报信 昆仑山 遭妖魔袭击 诸族宾客 位在旦夕 三威姐妹 谨遵圣旨 赶往昆仑护驾 这三个孪生姐妹 乃是金族镇守三威山的城主 事称三威仙子 大姐桃花仙子 其龙角赤蛇宫 有雷霆霹雳之位 变幻莫测 素有大荒 第五明宫的美誉 二姐 绿梅仙子 善使 碧玉流冰刀 三妹 杏花仙子 其神器电光镜 与白帝的金光照神镜 赤霞仙子的流霞镜 百里春秋的春秋镜 并称天下五大明镜 光若流电赤火 只可 适金画铁 绿梅仙子 柔声道 神上既已来此 不如和我们姐们一起前往摇池救驾吧 黄巨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乃六族之身 逍遥自在 没人管 何必和你们小丫头去趟这浑水 结伴无法 但我只管斗狗 救人护驾 那可不关我事 三威仙子 齐齐 敏嘴一笑 知他嘴硬 当下 也不辩驳 蹲一声道 多谢神上 众飞机轰然复应 盘旋片刻 输得朝下方冲去 风雪更狂 白茫茫一片 三丈之外 浑然不可事物 亏有杏花仙子 电光镜 炫光纵横 照耀出一条 迷离万状的空中道路 众人方得以 驾鸟御兽 摸索冲略 这场大雪 来势突兀迅猛 四更时分 方才飘起 第一片雪花 短短一个多时辰之内 便苍苍茫茫的 覆盖了整个的世界 其风暴之大 更是十年罕见 时有龙卷风 以利呼啸 引得雪崩山塌 轰隆巨震 如此顶峰飞行 以三威飞技之神速高效 也觉艰难险恶 稍有不善 便会被卷落摔飞 一命呜呼 众人心下焦急 想到五族群雄受困风雪 与万千妖魔苦战 更敢忐忑不安 恨不能瞬间抵达 只有黄巨骑成天犬 宜然自得 席称铜伞 哼着一支不知名的小曲 飞了小半时辰 隐隐听见远处群山间 鼓号喧哗 一拉又一拉 越来越响 众人心中陡然高悬 细细便听 那古月号角 雄壮高月 竟似是金族俊月 当时又惊又喜 难道其他远兵 也已经赶来了吗 当下其身高呼 加速飞行 三威飞技 翻过 威威雪岭 呼听 砰一声 一道红光冲天飞起 云海如霞 群山尽翅 昆仑 主风 历历在目 万千飞机 密密麻麻的 环风绕舞 乌云似的起伏 摇池水光波大 人影彤彤 金族惊奇 四处翻卷飞舞 远远望去 少说 已盘及了 两三万之处 一行寻兵 奇鸟急速飞来 那队长高寿 如竹竿 腰间 悬了两个红葫芦 哐当作响 远远便 攻身行礼 大声道 拜见三威仙子 突然瞥见黄骏 面色一变 又惊又喜 颤声道 黄呛 黄骏 皱眉道 五两夜 那人喜讨 正是末将 想不到 黄将 竟还记得末将 黄骏 哼了一声 笑道 忘得了你的人 也忘不了 你的酒 是啊 你不是生作 卫将了吗 怎得便作 寻兵队长 莫非 又是贪杯 武士 五两夜 面上一红 黑一燃道 黄将 果然神机妙算 末将 佩服 末将 上月 操演前 一不小心 多喝了两杯 喊错了口令 故被王母 贬罚 戴罪立功 此人原名 五两野 乃是当年 黄骏 部下将所 好酒如命 曾经 以五两 自酿 美酒 取己 姓名 谐音 名为 五两夜 一时 风波金足 族人从此 换他为 五两夜 杏花仙子 听得不耐 大声道 五两夜 战况 究竟如何 陛下王母 现在何处 五两夜 咳嗽一声 道 骑禀仙子 亏得陛下王母 运筹帷幄 五族群雄 团结奋战 我军 方得大祸 全上 全间三万鬼兵 陛下王母 现已返回 昆仑宫歇息 各族贵侯 也已回到 贵兵馆 各自 调养 疗伤 杏花仙子 心下失望 周梅道 这么说 我们来得晚了 绿梅仙子 微笑道 既然陛下 王母无恙 大家也都平安无事 我们便放心了 杏花仙子 瞧了瞧远处 欢呼 呐喊的 金族各路援兵 心有不甘 又道 到底 哪路人马 来得最为及时 今次 是谁立了大功 五良业 微微一恶 黑然道 呃 实不相瞒 族里 各路援军 赶来之时 鬼军 已经被禁术 歼命 今次 立下大功的 都是族外之人 杏花仙子 当时大为 放心欢喜 咯咯一笑 黄巨哼了一声道 哼 既然不必借助援兵 便可轻易歼灭 圣女又何必 兴师动众 让大家 平白跑这一趟 桃花仙子 抿嘴笑道 神上既是来 昆仑斗狗的 又何必抱怨 五良业 你说的族外之人 究竟是谁 五良业道 呃 说来话长 呼听花炮轰响 炫光冲天 将漫天雪花 映照的光怪陆离 有人呜呜吹脚 高声叫道 各寻兵队长听令 速将众城主将军领入极贤阁 接风洗尘 各部弟兄随寻兵使 前往乐游善八百楼休息 人语嘈杂 一队队寻兵 次地飞旋 将盘及主峰的诸多金族将领士兵 有条不紊的分别引往西南两方 五良业不敢怠慢 立即命寻兵将三威飞计 陵莽乐游善 自己则引着黄巨与三威仙子 飞向南风极贤阁 黄巨怪眼一番 正欲推辞 但听五良业说 阁中有五十年尘酿 无限量功业 当时灰眉一跳 心花怒发 将蹦到嘴边的话 也咽了下去 南风由树风绵延交叠而成 呈马蹄形状 又叫马蹄风 其势高俊雄伟 绝必万刃 沿着山崖早有一行狼洞 以立蜿蜒 直转入内壳 内壳有一较为矮小的山峰 沿山脊建了大小七十二间 玉石殿阁 绵延盘旋 煞事壮观 此刻虽风雪狂似 群山茫茫混沌 但那赤红色的屋檐 如红线曲绕 仍若隐若现 众人奇鸟盘旋之下 在山脊雪地上立定 纷纷封印做旗 金族重将 瞧见黄巨都又惊又喜 一面寒暄交谈 一面随着各寻兵队长 朝那巍峨连绵的殿群走去 大殿内炉火熊熊 温暖如春 早已围坐了数百名城主降临 人头攒动 雨声鼎沸 急是热闹 众人方府迈入主殿大门 便觉暖风扑面 声浪袭人 身上的冰屑雪花 迅极融化 一道道的顺着衣昼 滴落在地 又征腾为丝丝白气 几个迎兵使急忙上前 将个人引入作息 热酒果菜随之次第上桌 杏花仙子秋波四嫂 却见一个高大胖子 正盘腿坐在电心 口若悬河夸夸其谈 四周的将领 凝神聆听 时而紧张 时而大笑 他见那胖子 唾沫四见 举止轻浮 心下不愈 转身询问五良叶 五良叶攻声道 此人是真兵队长油痕 正向各位将军 详细讲述昨夜战况 杏花仙子 对昨夜之事颇感好奇 文言当时来了兴趣 当下树耳倾听 游狠道 谁想 那歹毒脚落的刘沙仙子 到了拓拔太子面前 竟变得娇嘀嘀嘻嘻嘻嘻的可爱模样 一口硬成帮助我们清灭蛊虫 他奶奶他 感情 这就叫做一物降一物 野猫吃老鼠 露台城主 白夜鸡探头 拓奶奶他 拓拔太子定是本族古元侃转世 否则 焉能平白得了天元逆人 两天之内 接连以天元诀 击败双头老怪 与黑地鬼魄 又怎会如此风流多妹 将流沙妖女迷的服帖乖巧 众人心有气气 嘖嘖称其赞叹不已 杏花仙子心下大跳 这几月时常听闻拓拔野之事 早已向往 此刻文言更感好奇 不知其究竟有何磨寐之处 竟能击败 那几尽天下无敌的黑地 知光记 引得天下第一 第二妖女 齐齐折腰 又听油痕突得提高嗓音 大声道 正当此时 那黑地知老妖 莫得坐起身来 众人失声惊呼 油痕道 我突然醒悟 大叫道 三生十 快刺碎他丹田的 三生十 大家这才觉醒 纷纷操刀挺毛 冲上前去 不了 那老妖退言厉害 忽然昂首长笑 使出射神欲鬼大法 阴风怒吼 兴气大作 那些江鬼 霹雳啪啪啦 全被吸了过去 尸骨飞舞 妖灵凶破 全被吸入体内 冲在最前的弟兄们 不堪妖法 惨叫飞起 纷纷被他 射去浑破 他不由自主的捏细了嗓子 绘声绘色的苗目 当时情状 脸容煞白 连声音也变得阴侧侧飘忽起来 众人虽是经历百战的汉将勇士 但听他说的胸利可不 宛如身临其境 心下不由的大鳞 冷汗层层 手中的杯盏 轻轻的颤抖起来 酒水泼洒滴落 唯有黄巨自珍自饮 梅花眼笑 仿佛知言未听 游痕道 那些江鬼师兵 发了风似的冲将上来 长姬又朝我们发动了剧烈猛攻 姬公子吹脚指挥 大家一边后退 一边与鬼兵激斗 指尖血肉横飞 稀里哗啦 这一顿好杀 我越战越勇 单身冲入鬼军大阵 抓住那江鬼将领的脖子 咔嚓一声 凝断了他的脖子 游人笑道 他奶奶的 老子才喝了三杯酒 就听见你拧断了六个脖子了 游队长这等身手 屈身做真兵 岂不退也可惜 老子明年正好 要讨伐西荒长脖子翻国 游队长倒不如到我麾下 做个降左 专门教人 怎么拧脖子 众人大笑 紧张的气氛 灯石缓解 游痕吓了一跳 连忙黑黑干笑道 刘将军见笑了 小人素来安分 岂敢有其他蛇 只要能竭尽本职 为陛下王母效忠分忧 就开心得很咯 做不做降左 那倒是无妨 这个 说到哪里了 是啊 我正奋勇杀敌 呼的听见啪的一声巨响 竹龙蛇身疏得破皮冲天 雷霆似的将知老妖打个正着 众人又是一阵惊呼 纷纷骂道 石头奶奶不开花 竹老妖倒搅花得紧 装死捡了个大便宜 游痕愤愤道 可不是吗 只苦了我们这些 拼死血战的将士 知老妖被这般重创 当时无法摄取妖灵 突然怒吼转向 朝拓跋太子猛冲而去 妄想巨占他的武德真山 拓跋太子经脉断裂 哪有力气回击闪避 顿时被他打得冲天飞起 昏厥不醒 眼看着老妖 就要冲入拓跋太子的身体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啊不 四个人 这四人每一个都是眼下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见众人紧张而好奇地盯着自己 张口结舌 直等下文 游痕心中大感得意 故意卖个关子 端起酒杯 咕咕咕地喝了几口 然后眯着眼睛 重重地巴噜巴噜嘴唇 以犹未尽 突然放下酒杯 大声道 四道人影闪电似的冲来 两道闭光交错飞舞 重重地撞在支老妖的身上 当时将他打得呲牙咧嘴 劈滚尿流 其中一人抢身下冲 将拓跋太子抱个正着 姿势之熟练 力道之温柔 就像是练习过无数遍一般 正是拓跋太子的正妃 龙女 于师国主 众人轰然一笑 顿时放下心来 自听说拓跋也 以天元诀 击败水族一地一神 众将便笃信 他是古元侃转世之身 心底隐隐之中 早已将他视为己人 游狠道 当先一个少年 高大魁梧 脸上一刀刀疤斜斜翻远 乍看之下 即是猙獰丑陋 但再一细看 却觉得鹰气逼人 威风凛凛 话未说完 已有人教导 定是吃油 游狠一拍大腿 大声道 不错 正是吃油 这位将军果然英明神武 了事如神 小人无体投地 只是另外那两个人 不是小人吹牛 在座各位 就算是拍破了脑门 也想不出是谁 众人被他这话勾起好奇心 纷纷胡乱叫喊猜测 杏花仙子大觉有趣 心中一动 忍不住也叫道 我猜 其中一个多半是东海龙神 油痕疏地转过头来 满脸惊叹佩服 不可置信 与无限崇拜的表情 眼珠滴溜溜地打亮着他 吞了口口水 摇着头长探讨 天哪 小人服了 仙子定是天仙下凡 这等难题 竟也被你猜中 比起适才这位将军 更让小人佩服 小人五体 啊不 六体头地 甘拜下风 众人轰然而笑 又暗觉诧异 都听说龙神 中了南渊兽毒 正由灵山食屋治疗 怎的又会在 这等危急关头赶到 杏花仙子笑艳如画 心下得意 寸堂 这胖子虽然猥琐 但说话倒也有趣 什么六体头地 比起五体头地 还多了一体 桃花仙子 摆他一眼 传音道 傻丫头 被死胖子嘴上 讨了便宜 居然还这般欢喜 杏花仙子一睁 莫得明白 他言下所藏的 没错之意 双甲腾得通红 又羞又怒 双眉一拧 便带发作 但默地想到群雄在座 有些人只怕 还未曾想到此节 自己若说穿此语 岂不是自取其辱 狠狠地咬唇不语 心头 死胖子 等到没人知识 本仙子非让你六体 头地不起 想到恶毒之处 心情转好 忍不住扑吃 笑出声来 油痕浑然不知 精神抖擞 大声道 你们猜另外一人 究竟是谁 他长得 轻瘦挺拔 白发披伞 穿了一身破旧的 青布长衫 将东海龙神抱在怀中 右臂携举 一道青光气刀 吞吐飞舞 当狼一声 一个杯子 陡然掉落衰裂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黄巨面色惨白 手指跳颤 目光直愣愣地 瞪着油痕 那神情又是古怪 又是可怕 杏花仙子笑道 身上 酒不好喝 也不必摔杯子嘛 黄巨忽然闪电似的探手虚抓 噗 油痕灯石凭空飞起 被他紧紧掐住脖颈 只听他在耳边 立声喝道 可汉怀 你说的这人 是不是可汉怀 三位仙子灵光霍闪 奇奇惊疑 众人大振 油痕所描述之人 果然与断浪刀 柯汉怀的形容相差无几 油痕 身弦半空 双脚乱踢 不断地用手指着喉咙 赫赫坐下 黄巨默的醒悟 松开手掌 油痕扑通坐倒在地 双手摸着喉咙 惊魂未定 半晌方喘着粗气 结结巴巴地道 神 神上说的不错 他 他 就是可 可汉怀 众人轰然 面面相觑 忽然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他们虽然不曾参加 金年盘桃会 但那日 龙神突然从天而降 指责西王母杀死 柯汉怀之事 早已传遍天下 闹得沸沸扬扬 金族群雄 虽不敢相信 西王母 与柯汉怀之间 有什么暧昧恩怨 但隐隐之中 又觉得龙神 当非空穴来风 无理取闹之人 因此 不免心下坠坠 此刻 听闻柯汉怀复活 惊讶之余 不尽大为庆幸欢喜 既然柯汉怀未死 龙神所言自然飞食 西王母的轻欲 也可安然无损了 露台成主 白夜指尖一谈 将一杯美酒 文文当当的 送入油痕的手中 笑道 油小子 快接着往下说 断浪刀与吃油 出现之后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 众人轰然催促 油痕战战兢兢的 看了黄炬一眼 见他惊疑不定 争争不语 对自己孰不理睬 胆子稍壮 仰头将酒 一饮而尽 定了定神 接着道 眼见柯大侠 与吃油公子合力 将知老妖阵退 大家都是说不出的 激动欢喜 西陵公主更是激动难议 突然冲出五角星战 哭着朝柯汉怀奔去 知老妖恼羞成怒 竟承戏直冲西陵公主 妄向勤她作为人质 群雄大怒 纷纷拍案鹤马 油痕道 就在这千金一发的紧要关头 吃油公子 柯大侠 鸡公子 应真神 和竹龙老妖 突然一起出手 众人大喜 转为拍掌呼喝 这五人无一不是当今大荒 顶尖高手 知光记纵有通天之能 也绝难挨得联手一计 国厅油痕道 狂风呼启 碧光黑气 黄芒 一齐纵横乱舞 晃得小人睁不开眼睛 耳边 轰隆隆一片 什么也听不见了 心肝肠肚 好像被万君气力压得搅在一起 难受得差点背过气去 忽然听见大家 惊呼乱叫 扑通哗啦的落水声声 我只觉脚下一空 顿时被崩爆开来的气浪 撞得凭空飞起 连翻了七八个筋头 才摔落到冰冻刺骨的湖水里 等到我缓过神来 睁开眼睛 织光剂已被打得血肉模糊 蜷缩着身子 在冰地上速速颤抖 眼见是不活了 滑滑绿绿的蛊虫 发狂似的从他体内积舍而出 密密麻麻掉了一地 池油公子仰天大笑 泪水不住的涌出来 莫得跪倒在地 朝着北面接连扣了三个响头 大声道 爹 孩儿已经杀了这老妖 为您报仇啦 鸡公子听到此言 也跪了下来 朝着东南方拜了几拜 含泪不语 想来是在心底 默默计告皇帝 杏花仙子皱眉道 这就结束了 原本以为这场惊世之战 尤恒会说的异常详细精彩 不想静止聊聊数语 不由大干失望 尤恒道 池油公子哈哈大笑 擦干泪水 转身朝鸡公子昂然道 池油杀了皇帝 罪则难逃 你杀了我吧 众人顿时静了下来 燕国主急事焦急 顿足教导 呆子 你 鸡公子 杀死皇帝陛下的真正凶手 是支老妖 与他无关 话音未落 鸡公子突然喝讨 杀父大仇 燕能不报 得罪了 黄光一闪 军天剑闪电似的朝池油刺去 金族群雄轰然大惊 想不到 姬远璇竟果真出手 尤恒道 这一箭速度极快 众人组织不及 无不失声惊呼 燕国主更是害得花容变色 池油公子却昂首立身 避也不避 吃得一声清响 黄光闪烁 衣搏撕裂 池油公子毫发无损 只有肋斤衣裳破了一道小缝 姬公子回身持剑 剑尖上 钉着一只色彩绚丽的九名尸骨 尚在轻轻颤动 姬公子手腕一抖 将尸骨震落在地 微微一笑 转身朝着土族群雄 朗声道 大家听好了 杀死陛下的是吃油兄弟体内的蛊虫 现在我已经杀了他 为陛下报了大仇 从今往后 谁在清言吃油 兄弟试杀皇帝 挑拨离剑 姬某绝不轻饶 突然挥避无剑 迎风怒斩 喷的一声 摇齿水面 陡然劈裂 身达数十丈 水浪裂口 凝结翻滚 过了半晨 方才栩栩 弥合 土族群雄 一起挥舞 刀割 轰然硬弄 龙族群雄 大喜 高声欢呼 起来 金族重将 听到此处 方才松了一口大气 哈哈大笑 君爵本族 有这么一个宽宏 人厚的金刀驸马 实事一大幸事 游狠诱道 这时寒风大作 头顶梳得一阵冰凉 我抬头一看 天空中不知何时 竟已布满了铜云 雪花正一片一片的 翻舞飘落 只光既喘着气 碎裂的眼珠 恶狠狠的瞪着天空 忽然嘶声立笑道 柳月飞雪 天下其冤 贼老天 我还以为你瞎了龙了 既然你长了眼睛 为什么不让我报仇雪恨 反复大叫 凄厉愤怒 那声音比鬼哭 还要凄惨难听啊 众人一领 想不到他全因被竹龙所害 方便成这等天下歹毒的妖魔 落得这等下场 心下不由的一阵侧染 转而起了几分怜悯之心 龙手城主廖薇之 呸了一声 怒道 他奶奶的 最为恶贯满盈的 便是那竹龙老妖 只可惜这次又平白便宜了这奸贼 油痕 眉飞色舞道 廖城主这次可是说错了 竹龙老妖做了这么多缺德事 哪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啊 水圣女乌斯兰玛听得知光记怒嚎 当即离阵走出 大声说道 陛下放心 常言道 不以合着怨清缘 陛下今日虽误入歧途 成为武族之敌 但当年在位之时 人后爱民 却是有目共睹 有口皆悲 主真神是地篡位 人神共愤 罪当万死 纵使陛下无力深渊学恨 乌斯兰玛也绝不会放过他去 听到此话 水族中倒有一半的人群情激愤 义其教导 杀了乱臣贼子竹龙 杀了乱臣贼子竹龙 金族中将 文言大喜 据拍手笑道 石头奶奶不开花 竹龙老妖四处挑拨离间 分裂各族 此番终于惹得 报应上身了 诱道 老贼恶行一旦昭告天下 必成众矢之地 且看水族中 还有几人会支持他 一时欢呼四起 卑躬交错 猪将中也有些老城持重者 暗摇其头 忧心忡忡 桃花仙子讨 猪老妖 这些年党同伐义 祖宗对他 有二心的药人 极已被清除干净 狱内各城 多半由他找牙把持 只怕水圣女 有心讨贼 无力回天 鹿似谁手 尚未可知呢 白夜一拍大腿 皱眉道 不错 猪老妖野心勃勃 终日想着独骂大慌 只是爱着脸面 不好强来 所以才挖空心思 想出诸多肩谋诡计 既被戳破假面 恼羞成怒之下 说不定所向 抛却廉耻道义 赤裸裸的镇压一己 而后四处征伐 倘若如此 大慌从此 将永无宁日了 众将大林 深以为然 一起瞟向尤痕 示意他继续往下述说 尤痕咳嗽一声 接着道 主老妖淡淡道 水圣女 当年你烦心暗动 苦练龙牙猴 老夫念你年少怀春 不忍耽误前程 一再规劝安抚 用心可谓良苦 不想你表面假意硬场 暗暗怀恨在心 妄想 除我已灭口 这些年来 勾结族内 兼恶之徒 想出种种 卑鄙 卑鄙独迹 卑鄙 唯有杏花仙子听到拓拔也 重伤 晕迷 黑地败北 便觉寡辩 对于竹龙 托词 孙无兴趣 拖着香塞 没经打采的 蝉卷一带 尤痕道 竹老妖说完这几句话 呼得变回人形 转身看着柯大侠 说道 龙牙豪 听说你被妖鬼 变作墨语 生死未卜 让人好生担忧 现在见你安然无恙 我便放心了 柯大侠微微一笑道 谁说柯某遭人陷害 变作墨语了 柯某四年来 浪迹天涯 虽然参风露宿 却也逍遥自在 多谢竹真神挂心 金族众将大喜 廖微知笑道 我说得不错吧 龙神所得的那类影虫 定是枝光记伪造之物 柯汉怀这等厉害角色 岂会被人封印受体 王母又怎会好端端的 取她性命 斗她奶奶的是谣言 无稽之谈 桃花仙子粗眉道 竹老妖兴兴作态的 岔开话题 不知又有什么阴谋 游痕黑然道 仙子果然明察秋毫 动彻旋即 小人七体投地 八败之交 被她冷冷一瞥 吓了一跳 急忙咳嗽道 主老妖 鼓作诧异 皱眉道 是吗 这么说来 那段大侠的元神 多半是胡说八道咯 伸手入怀 掏出一个八角珊瑚盒 轻轻打开一抖 灯石调出一个人来 大家陡然一惊 牧族朋友纷纷失声教导 段狂人 那人魁北威武 赫然是慎楼城的段裕凯 金族诸将大为吃惊 祈祷 怎的是他 段裕凯虽不过真人级高手 但因生性胆大包天 豪爽仗义 侠名颇为卓著 又常常游历天下 结交广泛 大荒中无人不识 游狠道 段狂人躺在地上 目光呆滞 动也不动 池游公子又惊又怒 冲上前将他抱住 不断的呼喊他的名字 输送真气 主老妖黑然道 池游公子想必也知道 是谁将他害得如此吧 他尸骨发作 形如妖魔 若非竹某昨日在昆仑山下无意间卸垢相救 他已经化作僵尾了 池游公子豁然起身长小 愤怒 愤怒难以 呼的转身 一口谈 重重的吐在黑地的脸上 支老妖 避让不开 立身怪嚎 大家见状 心下了然 想必 段狂人也是被支老妖所害 主老妖道 主某救醒段大侠之后 以灵犀照审法 得知一件颇为有趣之事 原来当日与段大侠一起被放骨魔化的 还有乔宇城主和龙牙猴断浪刀 段大侠的神海中 甚至清晰的映着龙牙猴被封印入墨雨的 情景 龙牙猴倘若不记得此事 主某现在便可用三生石照出 让大家瞧个清楚 他奶奶他 他这不是话里藏话 暗指柯大侠有意隐瞒真相 庇护王母吗 金族重将 无不轰然 纷纷拍案大骂 黄巨面色惨白 八字眉滴滴下垂 右手默的紧握铜骨伞 倾尽抱起 游痕呸了一口 道 大家听了都是群情激愤 水圣女也听不下去了 淡淡说道 大丈夫敢作敢当 主真神何必推脱抵赖 忧天玄金碑都可伪造得出 何况区区神石幻想 至于断狂人究竟是被谁魔化 你心底里最为清楚 九明尸骨可不是陛下所创 几十年前 真神便已运用的如火纯青了 言下之意竟是指 主老妖给断狂等人下骨 主老妖黑然道 水圣女 你这满天过海 一花架木的季某 果真高明之极 你假借主某的名义 和这自称黑地的妖魔 一起尸骨骇人 挑拨离间 栽赃陷害 使得主某孤立于天下英雄之外 然后又布下连环毒气 必除我而后快 若不是盘桃会之前 主某及时得完封声 只怕当真要被你奸济所成 死得不明不白 众人登时嘘声大作 道 老水妖居心险恶 又想污蔑嫁祸水圣女 游狠道 主老妖见我们轰然不屑 便转身对陛下说道 白帝陛下可知主某 为何直到今日才抵达昆仑吗 主某于北海真神 天舞水泊一行 月初离开北海 原想早早来此拜会各族朋友 但那夜到了丹湖山驿站 忽然发生了连串怪事 非但耽搁了主某行程 还险些要了主某性命 大家听了只是冷笑 主老妖又讨 白帝想必也知道 主某所修行的北明神功 有一奇特之处 每隔三十六周天的午夜 必定逆行血液争气 足足一个时辰不可动态 稍有不慎 利有走火入魔 神时溃乱之鱼 这一时辰未知逆季节 那夜恰恰是逆季节 事宜主某不敢连夜赶路 在山下一站安顿歇息 金族仲将移了一声 纷纷笑道 竟有这等事 那奶奶他 那岂不是比女人的月事 还要麻烦吗 见三威仙子柳梅倒树 秋波凝上 纷纷咳嗽连声 三肩七口